現在畫面上這個是我們目前轉速的轉速劑 那可以看到這邊這一欄是我們設定的機械頻率 然後這個回收的是實際的頻率 然後現在是還沒有加入補償的那個低速轉距補償的時候 這個是振動劑 那沒有加入補償的時候它是 風對風值在21.5 左右 那這次沒有加補償的U相電扭鍋型 好現在我把補償把它打開 那由於補償是慢慢補上去的 所以會看到它這邊是緩慢的在變化 像現在振動劑的上面的數值大概約降到5.5.4左右 那可以看出它的振動的效果有減少60%到70%左右 那現在這是U相的電流波形 然後畫面上可以看到我們 還是一樣設定的頻率還是在29Hz 然後實際的頻率還是在31Hz 然後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 谢谢大家